搞笑无论是公交地铁 都是停在了省美术馆的门口 不是博物馆的门口 我后来想了想 第一个口都设置在美术馆附近 想了想因为博物馆里头真是文物 他可能就怕震动 所以说地铁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方便给他让地 让他在底下咣当咣当咣当 那样子可能会对文物的放置 储存保护什么的比较费劲 然后但是美术馆里头都是一些画 然后那些比较轻 然后有一些大个的艺术品 首先也比较轻 其次我感觉反正估计不是很值钱 我感觉至少储蓄艺术价值一百不是很值钱 所以那颗它可能移动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储存起来也比较方便 不行就各自艺术家们请回家就得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地铁站就修的 在美术馆那边开口的 都不在博物馆这边开口 然后因为地铁设在那了公交要跟它衔接 所以公交也设在那边 其实我觉得美术馆门口莲花 是美术馆里最漂亮的艺术品了 我感觉美术馆在设立之初还是审美在先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看看那些展品 都不知道是在侮辱谁和嘲讽谁一样 反正不在我是没点上